初初到你了快跳啊 不能跳 初初胆小鬼真的不敢跳 课间十分钟 孩子爱玩的这些校园游戏 可能存在致命的安全隐患 家长们一定要告诉孩子 特别是家里有调皮小男生的 一定要收藏保存下来叮嘱他们 1.跳楼梯 孩子们会比谁跳的台阶数多 一次来绝出胜负 但从过高的楼梯上跳下来 不仅可能会导致关节错位 严重的还可能会磕到后脑勺 后果不堪的设想 前段时间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件 2.跌罗汉 孩子们通过剪刀石头布 决定谁在最下面 然后一次跌在小伙伴的上面 但这个游戏其实是很危险的 如果分寸力度没有掌握好 以下的轮不仅可能会有骨折的风险 严重的还会压坏胸锥 导致自己死亡 3.把楼梯扶梯当成爬花梯 孩子们一个一个从这里滑下去 这样手脚不仅可能会被小型间隙里 不顺掉落 还会有摔中骨折的风险 对 追人游戏 课间孩子多 追逐打闹的过程中 不仅可能会撞到其他小朋友 各种楼梯台阶 自己可能也会有半把摔伤的风险 课间游戏可以玩 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性 家长们也一定要告诉孩子 什么可以玩 什么不可以玩